老年人应该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也应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但是 有时候这些兴趣爱好 也会带来不少烦恼 暑假里 65岁的张大伯来到了儿子家 帮着带孙子 有空就去楼下跳广场舞 没想到却惹出了是非 只待了七天 而媳妇和张大伯谈了一次 他万分羞愧当天晚上就离开了儿子家 65岁张大伯的自述 我是老张 从一家 国企退休的 我的老爸是一位退休的 小学教师 直书达理 一辈子我们几乎从来没有红过脸 我们只有一个儿子 儿子很有出息 大学毕业以后 考进了市里的事业单位上班 儿媳妇也是体制内的 儿子和儿媳妇都很懂事 孝顺 我们给出了房子的首付以后 房贷他们自己还拙 平时从来不找我们要钱 每当那些老朋友说儿子成家立业以后 还得啃老 整天找借口 跟父母要钱 的时候 我就很庆幸 儿子不但不找我们要钱 每到逢年过节还给我和老伴发红包 给我们买衣服 买营养品 老爸和我同岁的 他先退休的 他退休以后 我们列出了好多计划 老伴说他就等我退休了 到时候我们去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让晚年生活绽放光彩 可是生活总是有太多的不如意 老爸是春天退休的 到了冬天 突发脑溢血 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三个多月 好歹就回了一条命 但是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了 老伴卧床八年 都是我照顾的 儿子儿媳妇看到我一个人照顾老伴太累了 就想雇个护工或者保姆减轻我的负担 被我拒绝了 让别人来照顾老伴我不放心 老伴临走的时候 身上没有一点褥窗 虽然天天照顾老伴很累 但是我没有丝毫的怨言 最后那一年 老伴身体越来越差 我晚上几乎没有睡过胡伦觉 一晚上不是给他喂药 就是喝水或者翻身子 处理大小便 我尽心尽力地照顾着老伴 但是让人难过的是 老伴没能抗争过病魔 63岁那年在睡梦中走了 老伴走了以后 我非常孤单 后来 我加入了跳广场舞的队伍 年轻的时候我就喜欢文艺 我擅长吹拉弹唱 我虽然六十多岁了 但是身材不胖不瘦的 也适合跳广场舞 为了更好的跳广场舞 我专门去店里买了几条质量很好的 戴弹性的白色裤子 几件颜色鲜亮的T恤衫 我去理了一个现在年轻人流的那种三七分的商务发型 人是衣上 马是安 我这一打扮啊 年轻了十岁多呢 我刚加入广场舞队伍时 跳广场舞的那些兄弟姐妹都猜我的年龄 他们说我也就是五十岁露头的年纪 我听了哈哈大笑 跳广场舞 我觉得生活充实了很多 再也不像老伴刚刚走的时候 天天自掉眼泪 日子过得灰头土脸的 每天晚上七点 我们会准时出现在广场上 我觉得生活有了规律也有了笨头 我们这里是七月六号放暑假 刚刚放了暑假的时候 儿子就打来电话 问我是否有空 儿子说我要是有时间的话 就让我去带两个月的孙子 孙子放了暑假 儿子和儿媳妇都得上班 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 不放心呢 我一听连忙说有空 有空 我一个人在家里 什么事也没有 怎么能没空呢 我让儿子放心 我收拾一下 马上就去他那里 放下儿子的电话 我赶紧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左上门就直奔楼下 开车就去了市里的儿子家 临走的时候 我把家里断水断电了 窗户也关紧了 那几盆花 我也从阳台搬到了屋里 浇得透透的了 两个月不用浇水 是没有问题的 从县城到儿子家里 一个来小时的车程 在路上的时候我在想 来儿子家好是好 可以享受天伦之乐 我也想小孙子了 可是唯一遗憾的就是 不能和那帮老朋友 跳广场舞了 我又很快安慰自己 也许儿子的小区里 也有跳广场舞的呢 广场舞已经成了 我生活中的重要的一部分 我可不舍得放弃 这是我老年生活当中 最重要的兴趣爱好了 我刚来到儿子家以后 我就告诉自己 我是一个公公 一定要遵守儿子家的生活习惯 别自以为是 否则会让儿子和儿媳妇嫌弃 刚来的那天特别热 我穿着长袖的挂子和裤子 儿子让我换上短袖衣服 我白白手说不热 儿媳妇不喜欢开空调 她说一开空调就打喷嚏 容易感冒 而我特别怕热 再加上穿着长袖的衣服 几个小时后我脖子里都要起肺子 儿子和儿媳妇上班以后 只有我和小孙子在家 我可以换上短袖的衣服 打开空调凉快一下 下午儿子和儿媳妇下班了 我抽空就溜到楼下去转悠 儿子家楼下有一片空地 是个小广场 周围栽满了鲜花 有二三十个人在那里跳广场舞 我一看太巧了 他们跳的曲子正是我们经常练习的那支舞曲 音乐响起来的时候 我就跟着跳起来 我自然而然地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由于我舞姿出众 再加上我身材挺拔 很快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中间休息的时候 几个大马尾上来 问我以前怎么没过来跳啊 夸我跳得这么好 比他们这些经常跳的人还要棒 我不好意思地低调地说 我是刚来儿子家的 以前我在县城里也经常跳广场舞 现在跟着你们来学习了 他们开玩笑说你太谦虚了 你的水平这么高 可以当我们的领舞了呢 大家这一说我还真来了尽头 我不但会跳广场舞 还会跳交易舞呢 我和两位女士先后跳了两段交易舞 周围是阵阵的掌声和喝彩声 一个大姐告诉我 他们打算用这支舞曲去参加市里的老年广场舞大赛 希望我也能参加 为他们的广场舞队伍增光天才 我一听非常高兴 我赶紧问他们在哪里买的服装 我也得去置办上一套 咱又不差那点钱 一个姓李的大姐说 她负责采购的服装 再给我追加一套就行了 服装是480块钱 我马上加上了李大姐的微信 给她转钱了 李大姐姐把我拉到了他们的群里 让我随时看群里的通知 李大姐嘱咐我 那几天他们要天天练习广场舞 只要群里下通知的时候 就让我过来一起跳舞 我非常高兴 没想到一来儿子家想 就找到了广场舞队伍 再也不用担心在儿子家无聊了 第二天 我陪小孙子写了一中午的作业 到下午的时候 我看到群里发了通知 说三点的时候 在小区的活动室里练习广场舞 因为那时候太阳正热 不适合在广场上跳 我嘱咐了小孙子几句 让小孙子先看着电视 然后再读一会英语 我打算套一会儿广场舞就回来 可是没想到 练广场舞的时间有些长了 由于有几个动作不到位 影响了整天效果 我这个人很热心 随时在那里帮他们纠正动作 给他们做示范 李大姐说 干脆让我当男队的领舞算了 因为我的领舞比那位大哥要好多了 我赶紧摆摆手说 那可不行 你们练了这么长时间了 我毕竟还是新手 虽然我很熟悉这支舞曲 但是我是外地的 孙子开学以后就回老家了 那天下午回家的时候 已经快六点了 儿子和儿媳妇都回来了 我一进门就看到 儿媳妇的脸色不高兴 儿子问我 爸 你去哪里跳广场舞了呀 我们回来的时候 孩子一个人在家 这可不行啊 我们让你来 就是为了让你帮忙带孩子的 我一听 连忙解释说 孙子在家里很听话 也不用我时刻陪着 他做自己的事 这不我在家里闷得慌 去楼下跳广场舞了呢 以后我在出去的时候 早一些回来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 我洗了把手 赶紧进厨房 帮着儿媳妇洗菜切菜 把饭菜端到桌子上 儿媳妇的脸色 这才缓过来了 第二天早晨一大早 儿子家都还没起床 我就悄悄地起来 帮他们打扫了卫生 又去附近农贸市场 买回来肉和菜 还给他们买回来了早餐 儿子和儿媳妇吃完以后 我就让他们赶紧去上班 我来收拾桌子 儿媳妇很高兴 他说 爸 以后你就常年住在我们这里吧 不过你得少去跳广场舞 要不就耽误事 我根本不打算放弃跳广场舞 这是我最大的爱好 到了下午 我看到群里又发了跳舞的通知以后 我又坐不住了 我安排了一下小孙子 就迫不及待地去活动式跳舞了 不过中间休息的时候 我还是给孙子打了个电话 知道他在家里安静地看电视 我就放心了 那天下午练完广场舞 李大姐突然对我说 老张 你出来乍到的 得有个欢迎仪式吧 今天下午我请客 请你赏脸 咱们这几个要好的朋友 去附近餐馆做做吧 我一听不好拒绝 我就给儿子和儿媳妇打了电话 告诉他们晚饭不要等我了 我和跳广场舞的朋友一起吃 儿媳妇在电话里也没有吭声 我们去了附近一家 比较上档次的饭店 一共六个人 吃饭的时候 大家聊起了各自的家庭状况 我先说起了老伴已经去世了 这两年我也就是跳广场舞来度过的 锻炼了身体 生活也比以前充实多了 这时李大姐说 她的丈夫走了不到一年 她就在这个小区里住 正好在我儿子家的那栋楼上 儿子家在一单元 李大姐住在二单元 那晚我还喝了几杯酒 大家吃得很尽兴 我回到儿子家的时候 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孙子没在客厅了 我捏手捏脚地想去孙子的房间看看 儿媳妇低声说 爸 你别进去了 孩子已经睡熟了 我刚想和儿子儿媳妇聊聊 晚上出去吃饭的情景 告诉他们 我虽然刚刚来 但是也结交了好几个朋友了 没想到儿子和儿媳妇 转身就进了卧室 把我一个人晾在那里 我也没太放在心上 我的心思大部分放在了广场舞上 我这个人做事认真 精益求精 走着坐着都在琢磨 如何把这支舞曲跳得更好一些 此后的几天 中午我都是陪孙子写作业 下午的时候我就去跳广场舞 天天如此 每到下午五点多 李大姐就说 天气热 回家也不想做饭 在厨房里做一顿饭 就大汗淋漓的 也没胃口吃了 干脆大家就在外面吃吧 咱一个大男人 也不能经常让你同志请客呀 我就主动买单 李大姐就夸我大气场面 我喜欢吃海鲜 那次我请大家 去附近的海鲜楼吃一顿 没想到 在市里的大饭店吃饭真不便宜 这一顿海鲜竟然花了两千多块钱 吃饭的时候 由于要了两大盘子的螃蟹 没有吃完 扔了可惜 我就把那几只螃蟹带回来了 儿子一看 问我去哪里吃的 我说出了那个海鲜楼的名字 儿子问花了多少钱 我说不便宜 花了两千 而媳妇当时就说 爸 你可真大方啊 咱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才三千来块钱 你请客就得花两千 我说不就是吃顿饭吗 贵点就贵点呗 又不是天天这样花钱 我一个月六千来块钱的工资 请客还能吃得起 儿子和儿媳妇对忘了一样 摇了摇头 什么都没有说 虽然我才来了不几天 可是我在跳广场舞这些朋友当中 口碑越来越好 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有钱的老头 做事场面大气 尤其是李大姐 他性格爽朗 天天对我笑意盈盈的 只要中场休息就过来找我说话 我们几个人甚至还约好 过些日子 大家一起结伴旅行 我们打算去南方住些日子 不过得等到孙子上暑假了 才能乘航 另外那几个朋友也说 过些日子天凉快着 就约着一起出去走走 那天儿媳妇突然对我说 爸 你以后在家里好好陪着孩子 别光想着去跳广场舞了 我一愣 跳广场舞怎么了 老年人活动一下身体 总比窝在家里强啊 当儿媳妇说出原因以后 我就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原来 我跳广场舞惹出了是非 这几天我和李大姐走得比较近 李大姐的女儿和儿媳妇是一个单位的 又住在一栋楼上都很熟悉 让我注意点 别走得太近了 要不邻居们会说三道四的 影响不好 这个原因让我有些无地自容 我赶紧解释说 儿媳妇呀 我还真没想这么多呢 我也没那方面的心思 你母亲虽然走了 但是我一直放不下 这辈子我也不打算再找作伴的了 我和李大姐之间是清清白白的 吃饭的时候都是好几个朋友一起 我真不明白有什么不合适的 她女儿肯定想多了 以后我住一点就好了 深正不怕影子鞋 那天我又去跳广场舞了 李大姐依然非常热情地和我聊天 那天晚上我们五六个人 一起去吃的烧烤 喝的啤酒 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当我回到儿子家的时候 儿子和儿媳妇都坐在沙发上等着我 我一进门 他们就煞有介事地问我干嘛去了 我坦率地说和李大姐他们去吃烧烤了 没想到一向孝顺的儿媳妇气得胀红了脸 她大声说 爸 你想出去吃饭 咱们一家人可以一起出去吃啊 你不要和他们一起跳广场舞了 我们请你来是帮着带孩子的 可是你却天天沉眠于广场舞 还惹出了是非 明天你就回家吧 儿媳妇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我脸红脖子粗 赶紧回到卧室 那一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本来儿子和儿媳妇都对我非常孝敬 可是就是因为跳个广场舞 弄得如此尴尬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 连夜离开了儿子家 我悄悄地退出了广场舞的微信群 心里非常失落 难道老年人就不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吗 朋友们 我应该怎么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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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